可能其实都让我们很担心 徐溜如果获胜的话 他的这个体能下降 关键的一回合 我们也看局间休息之后 两位的体能恢复多少 刚刚在第二回合快结束的时候 感觉到尤其是蓝方选手徐溜 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 其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 我们知道蓝方选手徐溜 还是善于用腿法去进攻对手的 可是在刚刚前两回合的比赛当中 可能是有些被压制了 对 被压制了 不给你这个气腿的距离 所以特别难受现在 你看现在又是被一直被压制 压得很难受 还要推开 好 侧闪 虽然徐溜拳法也不错 但是我们还有腿法比较擅长 所以还是要去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拉开距离用腿法去控制一下 能不能控制对方 因为对方确实是有强大的力量 这个作为基础 对 压制对方 就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这个徐溜打不动对方 对 两个人回家换拳 不愧是金刚嘛 对 徐溜开始踢腿了 我全发打不动你 那我就调整距离 我用腿啊 对 哦 这时候全要拿起来 对 是 还要继续防守啊 是 出来出来 出来 已经没有体力再去移动了 这个时候站不动的话会非常的危险呢 高扫这个时候还能起高扫吗 出来出来出来 已经连续挨了好几拳了 对 对 顶锡 再来 再来 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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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游戏被动了 全要拿起来 我们这个魔鬼八人战对军动员的考验太大 就即便是我觉得蓝方选手徐六拿下这场比赛 那接下来的半决赛我也挺替他担心的 这样的一个体能的储备有点担心啊 让人担心 因为这个魔鬼八人战想要打到最后的话 一玩三战啊 对 所以放下来要处理一下 对我们一会可以看一下这个回放 哎这个时候倒是给学游一个缓冲的机会了 可以调整一下 可以调整一下不要着急 对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影响下 其实国外的比赛都停摆了 对那只有我们50分 还有比赛 所以我们还在培养性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着急 好的 这个经过了一点点休息的时间 你看两个人又开始火拼了 所以你看这个体能的支撑非常的重要 对 可以开 最后一点点时间 徐六要加油 好的勾拳不错 勾拳 把体力打光 好的 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比赛 会不会影响到 对两个人其实都让我们很担心 是 徐六如果获胜的话 他的这个体能下一回合 下一场比赛其实也让我们担心 对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70公斤级的这个比赛是非常残酷的